美国的国力同时没有办法开两场战争 也就是同时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开战 而且双方的真指点就是台湾跟乌克兰 但是美国号召盟友围堵中俄 反而让中俄是更紧密了 您认为拜登是否严重失策来聊天室 写下您的看法 记得多留言以及按赞 我们来看到拜登真的梦魇来了 他的噩梦来了 也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号下午在北京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举行了网路视讯的会晤 讨论要如何联手对抗美国 推进能源合作 上和组织的合作 经专国家合作 还有联合国安理会合作这些相关的议题 而且宣布了中俄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延期五年 而且普丁也再次就台湾问题 附和了中国大陆的立场 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借着涉台的问题 损害到中方的利益 习主席在视讯会议当中 他用不点名的指责了美国 他说 某些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对中俄两国的内政横加干涉 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 还有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准则 中俄双方要开展更多的联合的合作行动 要一起来联合合作 而且更加有效地维护双边的安全利益 习主席还强调说 双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协调跟配合 而且在全球治理上 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比如说就对抗疫情 气候变化等问题 这种全球性的问题 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解决国际还有地区的热点议题当中 要捍卫的就是国际公平的正义 坚决反对披着所谓的多边主义 还有规则外衣的霸权行径 以及冷战的思维 以对抗新冠疫情来说 中国大陆愿意加强在俄罗斯 在病毒的检测 疫苗以及药物研发这方面的合作 习主席还说中俄在能源合作 是基础很牢固的 契合点也非常多 双方要巩固传统能源合作的储量 而且充分的有些新能源的合作也要增加 推进核能领域的合作 探讨可以有一些再生能源的 这些相关的方向 而且关于地区的合作方面 就提到了这所谓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20年来 中俄始终是保持高水平的战略的协作 跟其他成员国一起遵守所谓的上海精神 不断的增加团结的互信 深入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 双方还要支持本组织的各成员国 要平稳的推进国内的重要政治的议程 绝对不会允许外部的势力 用任何的借口干涉到地区国家的内政 关于来提到所谓的金砖的合作 习主席就认为说 中国大陆将会在明年担任金砖国家的主席国 主办的领导人 第14次的会晤等等的活动 而且中国大陆愿意跟俄罗斯 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合作 推动金砖国家全面深化各领域的合作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以及支持多边贸易的体制 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双方要就当前的一些大国关系 以及民主的问题来交换意见 习主席也强调说 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民主 要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 只能由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平叹 而且国际上的事情 应该是由各国共同来商量的 推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才是原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中国大陆愿意跟俄罗斯 加强沟通跟协调 引导国际社会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捍卫各国正当的民主权利 那普丁他则是说 当前是俄中的关系 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好时期 体现出了高度的战略互信 树立了在互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之上 实现了互利共赢的榜样 你看拜登真的担心了 双边的关心是历史最好 那普丁还说 这堪称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 俄罗斯愿意跟中国大陆继续加强 经贸 油气 金融 航空 这种太空等等的领域都要合作 还有战略性的大项目的合作 这些通通都要合作 而且要推进欧亚经济的联盟 跟一带一路倡议来进行对接 普丁也说俄罗斯最坚定的支持 中国大陆政府在涉台的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他又针对台湾问题 他也表达立场 他说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借着涉台问题损害中国大陆利益 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 组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 而且任何挑拨离间俄中关系的图谋 都不会得逞的 两国元首还相约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见 两个人上一次的实体碰面是在2019年的6月 已经间隔约两年半了 所以这一次针对所谓的习普会 陆没有点出有几个细节是特别关注的 我们来看到一个细节 也就是反对挑拨离间 比如说习主席就特别对于普丁说 你在好多的场合都是称赞中俄的关系 是21世纪国家间的协作典范 坚定支持的是中国大陆捍卫本国核心的利益 反对离间的中俄的企图 习主席说我对此高度的赞赏 普丁也明确的告诉习主席 任何挑拨离间俄中的关系图谋都不会得逞的 细节二就是普丁他会在2月来到北京 双方有所谓的冬奥之约 你拜登还在那边围堵冬奥 人家普丁要来 这个画面也绝对是好看的 普丁就说非常期待很快能够访问中国大陆 而且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为什么双边有所谓的冬奥之约 来看看这个经典画面 2014年索契的冬奥会的时候 习主席是专程去参加了开幕式 是挺俄罗斯的 那个还是大陆最高的领导人 首次出席在境外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 当时索契在这个时候 习主席就对普丁来说 他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邻居办喜事 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来贺喜 跟俄罗斯人民分享喜庆 现在是怎么样 中国要办喜事 普丁当然要来当面来贺喜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双边有所谓的冬奥之约 而且在个别国家炒作 不派政府官员出席的大背景之下 普丁按约前来 这也是用实际的行动表达支持 你美国不来那又怎么样呢 根本不在乎吗 第三点来看到就是 所谓21世纪的典范 光是中国大陆的通稿 新闻稿当中 这个就已经表述至少两次 那典范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不是盟友 但是盟友比盟友还要更盟友 第四点的细节也可以看到说是 双边要进行合作 比如说上市新华社的通稿 就有出现这个合作词 出现了三十多次 中俄要好好合作 经贸合作 科技合作 能源合作 抗疫合作 对抗疫情 国际的重大问题都要合作 中俄通通都要合作 另外还有跟美国这一块 是不是要一起合作呢 对抗美国 另外还有看到 是提到的是坚决的反击 习主席就对普丁来说 当前在国际上 有一些势力 就打着民主跟人权的幌子 对中俄两国的内政 横加干涉 粗暴的践踏国际法 还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中俄双方要开展更多的联合行动 所以中俄要更多的联合行动 更有效的维护双边安全利益 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另外几天前 美国不是办了所谓的民主峰会吗 中俄两国都没有受邀 习主席亦有所指的说 民主就是全人类追求的美好 追求跟共同价值 也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民主 更要怎么样呢 是由本国人民来评判的 所以国际上的事情 应该是怎么样 是由各国共同来进行商议的 而且推行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台湾问题上 普丁更是郑重的承诺 俄罗斯是坚定的支持 中国大陆在涉台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坚决反对任何借力实力 涉台的问题损害中国大陆的利益 而且坚决反对 在亚太地区足所谓的小圈子 中俄两国元首视讯会议 普丁习近平开场白 互相问好 相约北京冬奥见 我一直期盼着再过一个多月 你将访华并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我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期待 CNN记者分析指出 习近平跟普丁从2013年起 会晤多达37次 现在两国又同时面临国际压力 相互打气 在这个时机加强巩固双边关系 就是想联手制衡美国 会议上习近平向普丁指出 国际上某些势力 打着民主人权口号 干涉中俄内政 两国应该要加强合作 维护双方安全利益 在台海议题上 普丁也表示力挺大陆 普丁总统也讲到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何妨将与最坚定的支持 中俄视讯会后 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 建议美国邀请台湾 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 另外德法两国与乌克兰 召开元首会议 讨论俄军集结情势 并强调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 普丁表示 希望美国跟北约 能对俄罗斯提出的不安全处境 给予法律保障 重申排除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记者张力报道 好环时的视频更表示 美国你应该要尊重 就是中俄的核心利益了 他提到就是说 习近平主席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再次举行了视讯的会晤的时候 这是两位的领导人 今年以来第二次的视频会晤 也是2013年以来 第37次的会晤 更是今年前十一个月 我们来看到了双边的贸易数字 种子来到了 8,434.1亿的人民币 非常的高 另外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24% 超过去年全年的规模 双边的经济合作的前景 真的是令人很鼓舞 中俄的元首会谈的话题 十分很广泛 双方就对中俄关心的 所谓的发展表达了满意 美国跟西方近来不是高调的宣扬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所谓的威胁论吗 把俄中分别说是 像是对于乌克兰局势 还有台海局势的破坏力量 环时说他们美国就开始 宣扬警惕俄中会发动入侵 同时他们又施加更大军事 跟政治的压力 试图要迫使俄中从自己的核心 国家利益的当中来后退退缩 华盛顿犯下了同时逼中俄两个 所谓的历史跟战略性的错误 而且编造了中俄破坏的国际规则 跟挑战国际秩序的谎言 这个是环时特别点出来的 他说俄罗斯现在是处于 苏联解体之后的总体战略收缩当中 那中国大陆是在推进和平的发展 两国跟周边的纠纷都是历史上遗留的 而且他们的意义都局限在当地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所纠缠的问题 属于中俄的内政的问题 比如说是台湾问题这些等等的 那美国西方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进行了恶意的虚假性的定性 而且放大了对立 同时要遏制中俄 那环时说你真的太狂妄了 美国你现在虽然有一些军事上的优势 但是你要压倒 包括大陆或者是俄罗斯 你要把它压倒任何一个都做不到 无论是大陆还是俄罗斯 跟他进行战略的对撞 这都意味着你美国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但是中俄现在是攜手的话 更是华盛顿的噩梦 通常认为美国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外部敌人 美国自己国内的政治才能正常运作 所以常常会说中国大陆好威胁 俄罗斯很威胁 要凝聚国内的共识 那美国的盟友才能够凝聚 因为有共同敌人 否则华盛顿就好像失了魂一样 好像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打击俄罗斯跟打击中国大陆 但是美国的盟友们 不能跟着染上华盛顿的强迫症 分担了新冷战的种种风险 这环石点出来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个别力量你围埋 美国马首是瞻 甚至会不会到了狐夹虎威呢 而且无底线的向中俄发起挑衅 那你们就必须要小心了 你们这样做可能是玩火 而且不要解读 美国你会保护你们的承诺 如果你们越了红线 不管他们是不是美国的盟友 都逃脱不了惩罚的 这说的会不会是台湾 或者是立陶宛呢 那环石有特别点出来说 美国其实刚从阿富汗 做了一个可耻的逃跑 华盛顿从来就不断 就台海乌克兰局势 来威胁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但他始终没有吐出口 会在战争的爆发状况之下出兵 最近拜登就说 针对乌克兰 北约不会出兵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针对台湾 他本来说committment 最后被国务员一段 一直一直修正 说都是台湾关系法 也就是保护台湾的自我防卫 就是不会出兵嘛 那像中俄的挑衅的这些力量 都应该清楚了 美国是不会出兵的 华盛顿在挑唆他们的往前冲 但是环石点出来说 美国军队并不准备 有一天跟他们并肩作战 中俄都把和平发展 基于国家战略的优先位置 避免发生冲突 美国西方认为 中俄会试图发动战争 根本原因就是 他们逼中俄逼得太紧了 以至于他们把中俄的 回应跟反抗 当成了冒险跟挑衅 现在他们需要尝试 美国你这些西方国家 要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了 也就是对大国实施 恫吓或者是胁迫 都是很糟糕的选择 同时要逼着两个力量 进行相关的威吓 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威吓 是很不明智的 你应该学习尊重大国的核心利益 是华盛顿认真要补上的一刻 说到了大陆官媒 环球时报 我们先岔题说一下 从编辑胡锡进在 16号的微博上表示说 自己已经即将62岁了 也到了退休的时候 今后将会以环球时报 特约评论员的身份继续为环时事业来进行贡献力量 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竭尽所能 而胡锡进呢 微博已经认证了 他更新为是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 对此呢 香港的新岛日报 有引述很多的消息来源说 比如说新任的总编辑会由谁来接任呢 新任总编辑将会由人民日报的国际部副主任 吴启敏来担任 而环时啊 也会有一个新社的社长一职 强化政治的导向 社长呢 是由41岁人民日报的笔杆子 范正伟来出任 报道指出呢 他是人民日报评论专栏的 任仲平的成员 而且呢 他曾经起草过呢 撰显中共的十八届三中 还有五中全会等 很多篇的人民日报社论 也曾经作为新闻界的代表 在一次的座谈会呢 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了汇报工作 再回到呢 中俄联手真的让美国很忌惮 也很担心 俄罗斯的国防部有透露说 俄国最新型的S70猎人无人机 第一架的是非原型机呢 前几天在西伯利亚亮相了 国防部的副部长指出来说 S70的全机组装已经完成了 并且安装了必要的设备 为测试跟首飞做准备 军事专家呢 穆拉霍夫斯基他有研判 说呢S70的无人机能够发挥呢 轻型多功能的战斗机功能 实施侦察巡逻目标直视 而且呢对地面的攻击 能够进行发动攻击 或者呢对抗空中的武器 S70被设计为不仅能够独立作战 还可以搭配有人驾驶的战机 一起来完成任务 用途可以说是相当的广泛 那不只是无人机 俄罗斯的国防部公布了画面 该国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的海域 试射了最新型的响应反潜导弹的系统 而且呢成功的命中水下预定的目标 来看到呢响应的舰载反潜导弹系统 主要呢是用于攻击水下的目标 最大攻击距离是40公里 除此之外呢日本防卫省也在15号发现 有一架俄罗斯的电战机 还有8架的疑似俄罗斯的军机 在日本周遭的日本海 还有呢厄霍四克海 以及太平洋空域飞行 那防卫省呢正在分析飞行的目的 同时也持续强化警戒 就有绝对来 已经有绝对了 既然员去让我打开 我可以打开 感谢观看